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个我跟各位聊一个有趣的一个议题 我讲不是话题议题 是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值得大家讨论的一个题目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假议题 就拿眷村当做眷村文化 或者眷村当做是一个议题来讨论 这都是假的命题 没有意义的 因为所谓眷村就是要有人 要有眷村人 那如果说你只有一个建筑物的话 那不算是眷村 那只是建物 比如说有很多人讲说要把那个眷村要废弃 眷村要再利用 你再利用的是建筑 不是眷村 不要跟眷村相提并论 而且你所谓要保留的是什么 日本式的建筑 简单讲它是日本人留下来的职务官社也好 或者是员工宿舍也好 比如说台塘很多 台湾糖业糖厂有一大堆 还有各个单位都有 那军中也有 警察也有宿舍都有很多很多 甚至于公务员也有 一些公务员的特殊的那个 那这些东西都属于这样 如果说我们来大分类来讲的话 我直接给他一个命名好了 是由我五中城给他的命名 就叫做是日本宿舍 日本宿舍 日本人留下来了嘛 当然叫日本宿舍了 也就是日本式的房子 各位可以不用到日本去 就可以在台湾就享受到这个 比如说糖厂保留的特别好 这边也有一些 这个地方 刚刚是左燕区 今夜南村这边也有一些 那后面那个地方也有一些 日本式的房子 那是房子 没有军眷 那真正要讲到说 要讲到军眷 眷属或者眷村文化 也就是中国大陆所谓的 部队大院或军事大院 海军大院 这边是海军的 以前的海军的基地 那如果说我们要来讲这个东西的话 中国大陆的那些所谓的部队大院什么 全是他们在1949年建政以后 建国以后建的 施工建设出来的 从无到有 而在台湾有没有这样的建设呢 非常的多 现在拆的都全部拆光了 剩下一 大概吧 唯一剩下的就是现在 我讲话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所谓的 有人把这个地方 这个分类成 这个叫做临时 宿舍 临时宿舍 临时宿舍 因为它很小 每一户只有5到6坪嘛 再加建的话 再加建一倍也是5到6坪 加起来就10到12坪嘛 这种临时宿舍 我的小学老师都住在这里 还有一些战斗英雄也都住在这里 还有一些法官呢 那个什么 法庭庭长 舰长都住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人太多 不够住 不是所有的人都住日本宿舍 这种国民岛军队建的 这种才是真正的所谓的 有战斗 情怀 有战斗 关系的 所谓的难民文化的地点在这里 要讲到军 要讲到如果说真的要讲所谓军 所谓的眷村的话 是指的这种十连洞 这种 前那个行政院长那个林先生 他是自治行政 已经被拆掉了 他以前也是住十连洞 那现在我这边 这个左手边这边的 这个属于叫做工地置建 工地置建 有人讲说就是一块空地 你申请之后 军方同意之后 你就在那边建个房子 这一类的房子 这一类的房子 有两类 一类是比较特别 阶级特别高的 他必须要独家独院 另外一种是阶级比较低 但是也不会太低 因为如果是士兵 或者士官 就不用 等待分房子吧 等待分这种房子吧 那另外一种就是 日本时代 他就留下来了 一些房子 而这些房子 并不是 这些房子 日本时代 留下来的那些原住户 它本身并不是军人身份 比如说后面 那个日本房子里面 它就分成两类 一类是纯日本 日本人建 因为日本人毕竟很少 军官住的地方 位级军官 位级军官 住的地方 校级军官也有 也有部分 然后他在后面 那个地方 加建的地方 也是日本人建的 可是他是联动的 十联动 他并不是双拼 或者是四拼的 四个 四个合在一起 或者是两个合在一起 就是双拼 四个合在一起 就是四拼 他那边也是联动式的 联动式也是日本人建的 那是叫什么 有人把它分类叫做 叫做故宫宿舍 也就是以前的和群新村 现在都是空屋 那这个地方 这种国民党 纯粹国民党建的 这种东西 纯粹国民党血统的 这种宿舍 我们讲这边有六盘 六盘房子 那这种的房子 还有加了一个第七盘 有一些老师住的那边 这些房子才是真正所谓的 眷村宿舍 所谓的眷村文化 指的是这种房子 跟这种工地自建的 我刚讲工地自建 还有一种是日本人留下来 以我家来讲 这是日本人留下来的 那种房子叫做 建筑术语 叫做竹甲墙 竹甲墙 就跟日本房子是一样的 只是外面没有在铺木板 而且它的那个柱子不是用木头 它柱子 柱子跟梁都是用竹材 竹材 马竹 竹材 那这个我有那个图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如果真的要研究所谓的 底固眷村文化的话 可以把那些图拿出来看 好在是一个我会画画 所以我记得的东西没有照片 我都可以画出来 这个逼真度 九成九以上 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说非常像 他都忘了什么 忘了原因是因为他跟这个地的地缘关系 没有密切的 比如说他的父亲 他一要掉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 他举家迁到那边去 所以他在每个地方只有待个三四年 他印象都不会太深刻 尤其是在他在那个活动的时候 是他年纪很小的时候 同样那边有所谓签约五年的 家来也会这样的 他会没有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会有深刻印象 是因为我们在成童年的时候的发展期的时候 有很多同侪团体的互动 然后还有看长辈之间的互动方式 我们来学习模仿 还有看他们怎么样去social 学了很多这些东西 综合起来 这个才叫做culture 所谓的眷村文化 当然这个已经烟消云散 现在眷村人心善各处 像吉普赛人一样 再也搞不出什么东西叫做眷村文化 以上能各位分享谢谢